赌书萧德,泼茶香,当时指导,事寻常 在被现实中的古偶电视剧爱情荼毒日深的今日 我们难道不能从宋代史书里找出遗儿爱情的模样吗? 当然是可以的 从深宫到后宅 从宋英宗与高皇后 到晚安时夫妻 苏氏夫妻 还有曾步夫妻 他们的婚姻故事或许能让我们以亏 千年前的爱情是什么模样 毕竟古代世代夫们的爱情 或许和大家想象的想去甚远 甚至会产生幻灭感 就好像明清文人因为笃姓李清照和赵明成的婚姻美好 认为他一定不会在丈夫死后改嫁 由此多年坚持写小作文 历正南宋时关于他改嫁的记载 都是被人删改污蔑一样 南宋和明清不过时隔数百年 大家生活观念就已经发生了翻听覆地的变化 我们有时以惊人的观点来谈论古人的感情 却不该拿惊人的三观来要求古人的感情表达 那么宋英宗与高皇后 晚安是夫妻 苏氏夫妻 还有曾步夫妻 他们的婚姻里 爱情是什么样的呢 主持人好 我是玉璐 这里是千秋一面 方爱片 先前咱们聊了真宗与张宪刘皇后的爱情 聊了仁宗与慈圣光宪曹皇后 以及温臣张皇后的婚姻和爱情 父子二人的爱情故事 令人不禁有些怀疑 他们家是不是特别出多情种 那么仁宗继承者的后宫呢 哦 他没有亲生儿子 哼 收养的儿子也是儿子嘛 宋英宗和高皇后这对小夫妻 基本算仁宗和曹后一手签的姻缘线 两人夫妻恩爱 极无外人能够插手的空间 可称得上是敌后模范爱情 这段爱情 我愿称之为天降青梅的胜利 是的 英宗和高皇后算半个青梅竹马 因仁宗无子 上海是蒲王家小十三的赵宗时小朋友 从小被抚育尽忠 当作继承者备选培养 而高涛涛此时 也正被曹后当作姚女养在深宫 北宋宫廷的姚女 最后常常会寄遇在帝王身侧 成为妃嫔 但高涛涛是因此进宫的吗 仔细算算 曹皇后的姚女 除了高涛涛外 还有范观音 李氏 曹氏 几位姚女 其中只有范观音后来 被宋仁宗受用 惹得张贵妃吃醋 将宫廷中大批姚女遣出宫外 不知道是不是受此影响 高涛涛就是那一会儿出宫成的婚 另外两位姚女 李氏和曹氏 也都是出宫各自婚嫁的 而且高涛涛又和曹皇后的那些姚女不同 她是北宋促成禅渊之盟的名将 高崇的曾孙女 祖父是当年韩光岭之战 以少胜多大破辽郡的名将高纪勋 妥妥的北宋将能出身 又是曹后姐姐的女儿 仔细算起来 她的家世与曹皇后有异曲同工之处 看不出有什么孤宠金玉的必要 时间线拉回她和赵宗氏刚刚见面的时候 两人年纪相仿 又都受曹皇后照顾抚养 相识相处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 或许是开玩笑 或许是想起太祖当年那句 我与尔曹约为婚姻 袁宗给两个小豆丁点了个鸳鸯谱 对曹后说 他日两人长大了 配成一对也不错 万生女能嫁个未来皇帝候选人 曹后自然也热见其成 仁宗还时不时逗赵宗氏小朋友 皇后嫁女儿给你当老婆怎么样 当年两个不到十岁的小豆丁 对这话大概是没什么超出过家家的想法 但成年后 相知相得的两个人 想必是对这段经历十分感慨的 赵宗氏小朋友八岁那年 仁宗终于有了亲生儿子赵新 于是将他送回王府 此后两位童年小伙伴见面 也不那么方便起来 因此我先前才说 他们俩只能算半个亲妹主嘛 可惜仁宗今生儿子总是养不住 到头来也只有几位公主 承欢西夏 因此对待这位曾日夜相伴的养子赵宗时 仁宗总是留有一份慈福心的 数年后 有感于西夏无子寂寞的人宗 对曹后道 咱们夫妻这么多年 西夏空虚 当年我养十三 你养涛涛 他们俩如今也都长大成人了 不如咱们一起为他们主婚嫁娶 于是 宫中称天子娶妇 皇后嫁女 好生热闹了一场 小夫妻脸也快乐地进入了新婚蜜月期 不过 饶是把赵宗时当养子 此时仁宗 依然还在努力生继承人 十三 仍然是蒲王家儿子 只是基于当年 抚育宫中的日子 两人心中 多少还是有一些情分的 可惜 这样的父子情 没持续多久 就因为皇位问题 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而迎宗继位后 高皇后和曹皇后的婆媳关系 也没想象中那么好 夫妻俩间谍情深 当初一手养大高皇后 又为两人做媒的曹太后 却成了恶婆婆 迎宗继位后 头衔升级的曹太后提议 给迎宗纳妃 小两口感情挺好 高皇后没有自己给自己找情敌的想法 那就只能让曹太后不开心了 于是 她恭恭敬敬地回复曹太后的 我家的是十三团链 而非什么高高在上的关甲 老婆这么爱自己 迎宗自然十分感动 朝堂上 宗亲虎视眈眈 曹太后垂炼听证 迎宗明明年纪不小 亲证却仿佛遥遥无期 与曹太后关系自然越发紧张 多重叠家之下 曹太后自然成了 小夫妻眼中的恶家长 不过 这反倒让夫妻俩的感情 越发好了 有多好呢 迎宗的四子四女 皆是高皇后亲身 比起为子嗣发愁了一辈子的真宗和人宗 迎宗在这方面 算得上人生赢家了 只可惜 应宗身体一直不太好 继位几年后便去世 年轻的高皇后 升级成了高太后 孤儿刮目 面对朝堂纷争 也只能自己试探地走出一条路来 对于扫尸的丈夫 或许 她也只剩下几十年的生死凉茫茫 游子难忘怀 皇家爱情 固然让人吃瓜又羡慕 但天讲清梅 多少让人觉得 有些可遇不可求 那普通士大夫的婚姻 会有爱情吗 这里我们或许要隆重介绍一下 某个因姻亲而为名的家族 今夕浙冈吴氏 今夕浙冈吴氏 是江南吴氏的一只 他们家的姻亲可不得了 唐宋八大家里 他们家亲戚 仗了两席 一个是凌川王家 一个是南风曾家 对的 就是那个王安石和曾拱 今夕原本就救赎凌川 纯化年间 今夕深陷 成了临川的临线 吴家最初 是因为吴德军 参与太祖平乱而得官 吴德军长子吴敏 在传化三年 中了近史 娶了南风曾家的女儿 吴德军次子 吴田的女儿吴氏 嫁给了临川王家的王毅 生下了王安石兄弟 后来 王安石又娶了吴敏的孙女吴氏 三家可以说通过姻亲 结成了互利共赢的关系 不过 对于身在其中的一份子而言 青梅竹马到白手不离 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王安石一直很喜欢 往吴家跑 明到二年 因祖父去世 十三岁的王安石 随父亲丁优回临川 在京西浙刚 与表兄妹们 捧闯共赌 或许就是在这里 他和后来的妻子吴氏 熟人起来 在临川 王安石度过了充实的三年 除了给未来老婆和长辈 留下了一份好印象 为日后婚事 埋下伏笔 在浙刚 王安石与外祖家的表兄弟相处 也颇为融洽 这段日子 让他日后也颇为怀念 后来几次回乡 与吴家亲戚交友中 更是留下了许多 赠识赠词 清历三年 王安石与吴氏成婚 清历四年 他从扬州回到临川 并回外祖家待了不少时日 四年才回到扬州认所 此后 王安石每隔几年 都得抽时间 再次回到临川 到外祖家探亲 不过 外祖家升级成了妻子娘家 这几次大概也是陪吴氏回娘家 吴家书里传家 几位女性长辈 都是熟读师叔 又德才兼备之人 受长辈熏陶影响 子孙也大多知书达理 而同样 在这样环境里成长的 王安石夫人吴氏 在文学造诣上 自然也不遑多让 许多笔记里都曾记载 王安石夫人吴氏 能闻 可惜 我只找到 他约朱青 由熙池所作的残剧 戴德明年崇八九 携手 哪知无语又无风 魏太林汉宇基师话里说 近世以来 王进宫家 会写诗的女儿家最多 皆是洒脱之句 王家的教女传统 或许便有受到 吴夫人的影响 当然 有些笔记里 还觉得他能武 比如同样出自 魏太的东宣笔录记载 吴氏弟弟吴生 来找退居江宁的 王安石探亲 借宿寺庙 太守夜君 看上吴生住的地方 要拿来见 神宗 童天杰的道场 于是将人撵了出去 吴生气急之下 躲在屏风后 破口大骂 造力要抓他 他便逃去王安石家里 结果愣头金造力 在王安石家里 闹了起来 甚至惊动了王安石 夜君几人 因此登门 吴氏在屏风后斥责 当初相公罢相 门人四散 都没人敢在我家中 逮捕我的亲人的 你们好大的胆子 魏太是曾拱弟弟 曾布的小舅子 与王安石交情不错 在他笔下这段故事里 多少能看出 吴氏的一些性子来 王安石和吴氏两人 认识多年 后来又结尾夫妻 可以说互相 都了解颇深 有个故事 说的是王金公执政时 有传闻说 他爱吃张仆肉 话传到吴夫人耳朵里 吴夫人表示十分震惊 于是特意去问 王安石左右随从 传言怎么回事 随从表示 王金公每次吃饭 其他菜都不太动快 但必定会将 面前的张仆肉吃完 吴夫人这下明白了 吩咐下去 那么明天 把张仆肉放远一些 换到菜到他面前 果然 王金公并不管 面前放的是什么菜 离得近的便全吃了 放到远处的张仆肉 再没能得到他的宠情 这个故事里的王安石 看起来甚至有些憨 且不论朝堂上的王安石 是什么样的 家里蹲的王金公 绝非什么文质彬彬 斯文俊秀的人 凡是看过 苏寻吐槽王安石那句 求手丧面而谈诗书 就不得不敢看 吴夫人这么多年 也真是辛苦了 当然 苏寻的这句吐槽 出处和真实性 都有待商榷 但王金公 确实是个 完全没点生活技能的人 当初做巡目判官时 几位同僚都看不下去 他这凿兴的生活状态 相约 每隔一两个月 就带王安石去洗墓一回 轮流给他出新衣服 并名之为 拆洗王谢府 王安石嘛 有衣服就穿 倒是从来不挑剔 甚至没管过 新衣服从哪来的 有这么为丈夫 真是糟心又省心 但吴夫人 对这个丈夫 却是从没嫌弃 不仅如此 在邵氏文件录里 吴氏甚至主动 替他出自卖切 王金公见到 问对方从哪来 得知 对方原本的丈夫 是犯错的军将 因为玉米失周 家里的钱 都赔光了也不够 因而只能把他 也卖了凑钱 这才被吴夫人买下来 王金公摇摇头 把他丈夫换来 让他们一起回家去了 从少年相识 到年老相伴 除了这个故事之外 我们没有 在王安石与吴氏的故事里 看到任何外人的身影 吴夫人随王安石一路 风风雨雨走过来 在彼此面前 他们始终相知相伴 做一对平常夫妻 不曾变过 与王安石夫妇 过得截然相反的 大概要数 他家亲戚曾布 曾布是曾拱同 父一母的弟弟 他们父亲曾战义 娶了三任妻子 第一任妻子周氏 生下长子后去世 第二任妻子 是这纲吴家的女儿 生下了曾拱 曾谋 曾崽 曾崽和一个女儿 但婚后 不过十来年 也病逝了 而后 他又去娶了朱氏 朱氏生下了曾布 曾赵和好几位女儿 总的来说 曾义战的孩子 真的不少 而且 除了长子病逝 其他五个儿子 先后都中了进食 十分出息 曾家也育而成为 当地大家族 因此 曾布便不像王安石一样 选择了自己 亲近的外祖 作为妻族 而是娶了 襄阳的大胡人甲 魏甲的女儿 魏丸为妻 魏丸是北宋 有名的女词人 朱熹夸赞 本朝妇人能闻 只有李一安 与魏夫人 足可见 她的文采出众 而曾布 作为曾拱的弟弟 文采 自然也是不缺 按理说 这应当是一对 郎才女貌 情色和名的 天作之和 但事情 就怕有个单时 曾布与魏丸 在家又二年成婚 彼时 曾布二十一岁 刚刚登晋师弟 曾布中晋师后 先后在宜州 海州 辗转任职 新婚的二人 感情怎么样不好说 但两个人 总是聚少离多 并是家傲 也得边缘偶 直到西宁二年 她在韩维 可王安石的 共同举荐下 留在了京城 成为变法主力 夫妻两人 才算有了几年 较为安稳的日子 然而几年后的 西宁七年 她又因为示意法 和王安石 意见相左 再次被外访出京 奔波各地围观 夫妻二人此后 超年分离 魏夫人留下的作品中 颇多鬼远词 像是江城子 写别郎容易 见老男 菩萨满血 三见流绵飞 离人游未归 魏长写的不是 长期与丈夫 两地分离的 苦闷思念 不得不说 异地 特别是古代 车马不便 隐形难通的时候 对感情 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考验 而曾布和魏丸 显然没能成功通关 不仅如此 两人的婚姻生活 甚至称得上狼狈 西宁初 曾布在海州任官时 魏夫人曾抚养 兼九使臣的女儿张氏 于西侠 悉心教导 直到夫妻二人 后来离开海州 南北隐形难通 才逐渐断了往来 张氏长大后 英文才出众 入宫被选为女官 此时未完 应曾布得登高位 获得封赐 两人欲尽忠再见 这才重新建立了练习 然而不久后 曾布就提出 要纳张氏为妾 虽然像我们之前所说 北宋宫廷中 杨女金玉的不在少数 民间未尝没有类似行径 但魏丸显然最初 只是出于对姑女的怜惜 才对她习心教导 这种双重背叛的感觉 并不好受 曾布与魏丸之间 或许也曾有情道弄尸 但这份感情 终究还是走到末路 以魏夫人的离世 而画上句号 魏丸去世后 张氏甚至还曾作诗哀悼 相散连伟记 沉申汉莫贤 空传三胡遇 无腹内朝般 然而私人已逝 即便是真心悼念 也早已无济于世了 曾布和张氏 不知真心假意地 掉着眼泪的时候 同样发妻去世的苏氏 看着明月夜 叹了口气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此时 他的妻子王福 已经去世十年了 苏氏与王福成婚的时候 一个十九 一个十六 换作我们今天 正是谈个校园恋爱的好年纪 王福和苏氏 同为梅山人 父亲也是个读书人 二人的姻缘线 显然处于父母之命的概率更大 因此 刚成婚的时候 两人还不算很熟 比起殷宗和高涛涛 王安石和吴氏的青梅竹马 苏氏和王福两个人 是婚后才对对方 有更深了解 新婚的苏氏 甚至不知道 自己妻子 机敏好学 会治兰心 只是有些奇怪 我看书的时候 你陪在旁边 能看懂吗 王福当然能看懂 所以才有了后来 苏氏发现 自己看书忘记的地方 王福竟都能记得 还能出言提醒的惊喜 再一问 王福对其他书 也都能说个一样 只是凭日理 并不觉得只值得一提 因此从未表现出来罢了 听父母之命 娶个老婆 和娶个 有共同话题爱好的老婆的感觉 那可完全不一样了 夫妻两人的感情 也因此急剧升温 王福是个极聪慧的人 这不仅仅体现在他 知书实力 且记忆过人这一点 苏氏朋友多 这点我们都是知道的 但人意多 哪些是真心 哪些是假意 苏氏率性交游 少有在乎 但是交游不胜这个隐患 却不得不防 王福自然是知道 丈夫这个毛病 在凤翔围观时 与客人交谈 王福就在屏风后听着 待客人离开 王福不仅能复输对话 还能加以评判 提醒劝解苏氏 不要被小人蒙蔽 可见王福的聪慧 和识人之名 夫妻而人感情好 凡事也总能有商有良的来 这便是家庭和睦的技术 苏氏的母亲陈夫人 曾有教诲 不许家人 挖开别人埋藏起来的物品 但入宝山 空手而归这件事 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虽然塑藏 并不一定是宝藏 但谁不想满足好奇心呢 反正苏氏是很信仰的 他在旗下围观时 曾在住处的古柳下 发现一块地方 怀疑古人 曾藏丹药于此 好奇心意气 便想挖出来看看 看到丈夫这小孩行径 王福只能劝道 如果陈夫人还在 必定不会将她挖出来的 苏氏听到妻子的劝稿 愧而止 得妻如此 夫妇何求 然而这对少年夫妻 却没能走到白头偕老 至凭二年 刚刚二十七岁的王福 在开封离世 留下丈夫苏氏 和年幼的长子苏曼 此时 距离二人成婚 不过十一年 两人却已经 生死相隔 十年后 苏氏改之密州 想起王福 写下我们熟悉的江城子 千年后 我们再读这首词 依然能感觉到其中 年年短长的悲痛和思念 古人并非没有爱情 他们同样向往 夫妻情色和鸣 希望白头偕老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 殷宗后宫 并不只有高涛涛 曾布与苏氏 曾身居高位 身边不乏 割几美人左眼 他们的爱情 你有几分是真的 他们之间的感情 真的能称为爱情吗 然而 就像我们在开头 提到的一样 百年时间 足以让大家的观念 产生不同 跟何况 我们与他们之间 相合了几乎 一千年的时光 宋英宗 晚安时 与苏氏 对于妻子的尊重 欣赏和感情 是真的 妻子对于他们来说 不是依附于他们的吐司花 而是多年 相知相得 相邪相伴的知己 结发为夫妻 恩爱良不宜 一身携手相伴 相濡以沫 这才是他们爱情的模样 坐在屏幕前 看了这么久 四十人的婚姻爱情故事 不知道 竹军脖子是否有些酸麻 颈椎问题可不能小看 若不重视 时间长了 就会形成严重的后果 不要因为没人帮自己 捏肩按摩就自暴自弃 00后 年纪轻轻 颈椎是问题的 都不在少数 你是不是长时间看电脑 只要一休息 立马拿起手机 刷巨大游戏 甚至熬夜通宵晚 工作时 投入了 还经常无意识的 脖子前倾 送肩 年纪轻轻 就有了富贵包 如果是 那就要注意了 通常颈椎病形成之前 会有以下几种常见症状 肩颈部疼痛 头晕头痛 颈椎许多变直或反攻 颈椎活动范围受限 然而让我们少看电脑 少玩手机 多休息 多晕度的道理 谁都懂 但对当代城市打工人 和众多学生党来说 这就是非常正确的废话 吃到也做不到呀 别烦恼了 不妨试试这款 7C全身按摩仪 只要把它放在颈后 启动开关 就像有两只手 不停地揉捏肌肉 按的时候 还能隐约听到 软组织发出 咯咯哒哒的声音 加上微微的热敷 15分钟左右 疲惫肌肉的筋膜节点 就被揉松了 整个人立马满血复活 挨着沙发用更得劲 还能自由调节膜 适合力度大小 现在它就在我的书桌上 几乎天天用 除了按脖子 还能这样按斜方机 腰背 大腿 小腿 性价比杠杠的 而且它只有iPad大小 出门旅行把它带上 既是护颈枕 又是按摩仪 随时随地都可以放松 布套脏了 还能直接换洗 不只是我说好 买过的小伙伴 都赞不绝口 复狗送爸妈 送朋友 有效缓解 仅不疲劳 低头足 经常久坐 打游戏的朋友 都可以试一试 有三个颜色可选 买来送父母长辈 也不错 他们肌肉劳损严重 不舒服是摁两下 也算是敬本小心 在视频评论区 会放我们专属的 大额优惠卷 比大厨还优惠 心动的小伙伴 快抓住机会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